盘点身高188以上的短距男主 又高又有颜大长腿霸总 书圈天菜王晨棚垫底 第一实在太帅了 你要相信世界上一定有你的爱人 无论你此刻正被光芒环绕被掌声淹没 还是当时你正孤独地走在寒冷的街道上被大雨淫湿 无论是飘着小雪的清晨 还是被热浪制烤的黄昏 他一定会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着的人群 他一定会走过他们 走向你 他一定会怀着满腔的热 和目光里沉甸甸的爱 走到你的身边 抓紧你 他会迫不及待地走到你身边 马晓宇 身高190厘米 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马晓宇 这个名字最近在娱乐圈可谓视如雷卦 他凭借在热播剧闪婚后 我成了大佬的掌中之物中的精彩表现 一夜之间成为了无数粉丝心中的男神 身高190厘米的马晓宇 站在那里就像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山 让人不禁感叹他的黑道大佬气质 在这部剧中 马晓宇饰演的角色冷酷霸气 却又充满智慧 他的一举一动 都透露出与生俱来的领导风范 不得不说 这部剧的角色设定于马晓宇本人的形象高度契合 仿佛就是为他凉身打造的一般 观众们纷纷表示 马晓宇的出演让这部剧增色不少 期待他未来能接更多类似的作品 马晓宇的身高优势 在剧中展现的淋漓尽致 190厘米的身高 使他无论在何种场合都能成为焦点 在与其他演员对戏时 他强大的气场更是让人无法忽视 有网有条侃道 这气场简直可以碾压一切 除了在身高上的优势 马晓宇的颜值和演技也备受好评 他精湛的表演 让观众们沉浸在剧情中 为他的命运担忧 为他的成就欢呼 马晓宇凭借自己的实力 成功征服了观众 成为了新一代的国民老公 在娱乐圈竞争激烈的当下 马晓宇凭借闪婚后 我成了大佬的掌中之物这部剧 成功脱椅而出 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 他会继续努力 为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 而粉丝们也期待着 这位身高190厘米的黑道大佬 能在影视作品中继续展现 他的独特魅力 马晓宇 未来可期 柯纯 身高188CN 柯纯 这个名字在许多人心中 或许还带着一丝陌生 但只要你见过他 就很难忘记 他那小奶狗般阳光帅气的模样 人呆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这位看似稚气味脱的大男孩 身高竟然达到了188厘米 这样的身高在人群中 无疑是瞩目的存在 柯纯的身高与他的气质 颜值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在他的脸上 你总能看到那洋溢着青春气息的笑容 仿佛从未被世俗的尘埃所沾染 他的眼睛清澈明亮 像是盛满了星辰 让人一眼望去变心生欢喜 这样一张阳光帅气的面旁 很难让人将其与188厘米的身高联系起来 然而 正是这种反差 让柯纯的魅力之倍增 他既有小奶狗的可爱与温暖 又有成熟男性的稳重与大气 站在那里 他就像是一棵挺拔的树 让人不禁想要依靠 他的身高不仅没有让他显得突兀 反而增添了几分独特的气质 柯纯的颜值和身高 让他成为了无数粉丝 心中的完美男神 他的笑容仿佛有着治愈的力量 每当皮背部看使 看到他的笑容 便仿佛感受到了春天的暖阳 心中的阴霾一扫而空 他的存在 就像是一股清新的风 让人忍不住想要靠近 感受那份甜暖 在娱乐圈中 柯纯以其独特的魅力和亲和力 赢得了越来越多人的喜爱 他的每一次出现 都能引起粉丝们的尖叫和欢呼 他们纷纷表示 柯纯就像是生活中的一抹亮色 让人越看越喜欢 越了解越觉得温暖 随着柯纯在影视作品中的出色表现 他的粉丝群体也在不断壮大 这位身高188厘米的小奶狗男神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证明了自己的实力和潜力 未来 相信柯纯会继续用自己的才华和魅力 征服更多的观众 成为娱乐圈中一颗要眼的新星 柯纯 这个名字 注定会越来越响亮 陈思 身高190厘米 在最近热播的短剧《今夜沉溺》中 演员陈思凭借其出色的演技 江楼潇这一角色演绎的淋漓尽致 几乎达到了风神的境界 身高190厘米的陈思 天生就有着一股难以言喻的威严气质 这使得他在饰演银狠深沉的角色 实显得尤为得心应手 陈思在剧中的表现 让人不禁联想到他或许也能轻松嫁于像马晓宇那样的黑道大佬角色 他的沉默寡言和阴沉狠利 完美地诠释了一个霸道总裁的形象 那种不言自卫的气场 让人不敢轻易接近 陈思的身高和气质 无疑为这样的角色增添了更多的幸福力 在剧中 陈思戴上眼镜的瞬间 更是给人一种斯文败类的感觉 那种看斯文文尔雅实则成腹肌身的形象 让人不寒而栗 他的每一个眼神 每一个动作 都透露出角色的复杂性和深度 让人难以忘怀 而与之形成先明对比的是马晓宇 他不戴眼镜 梳着倒背头的形象 更像是典型的黑道大佬 马晓宇的身高和陈思不相上下 同样具有强大的气场 但他的风格更为直接和粗犷 与陈思的阴狠深沉形成了有趣的对比 两位演员虽然风格各异 但都有着不可多得的身高优势 这在他们塑造角色时起到了关键作用 陈思和马晓宇 一个斯文败类 一个黑道大佬 他们在剧中的表现 无疑为观众带来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和深刻的角色体验 随着今夜沉溺的热播 陈思的人气也水涨船高 观众们纷纷表示 期待陈思能够在未来的作品中继续挑战不同类型的角色 无论是因很深沉的霸道总裁 还是充满魅力的黑道大佬 相信他都能够游刃有余的驾驭 而他与马晓宇之间的化学反应 也让人期待他们未来能够有更多的合作 为观众带来更多精彩的表现 陈思这位身高190厘米的演员 正在用自己的实力 一步步走向事业的巅峰 任韵杰 身高188厘米 任韵杰 这位凭借网剧《我们在黑暗中相拥一夜爆红》的演员 以其188厘米的挺拔身高和扎实的演技 成功捕获了无数粉丝的心 在剧中 他饰演的角色深情而又复杂 让人印象深刻 他的事业本应因此越走越顺 星途一片光明 任韵杰 就在任韵杰的事业处于上升期时 一场意外的事件却让他的形象受到了重创 在一次直播中 女友突然闯入病关灯的行为 引发了网友的广泛讨论和猜测 直播间女友关灯事件迅速成为热门话题 闹得沸沸扬扬 这本是一个提升人气 巩固粉丝基础的好机会 任韵杰却因为处理不到 错失了这次难得的良机 在娱乐圈 机遇往往稍纵即逝 一个不小心 就可能与成功失之交臂 任韵杰的这次事件 不仅没有让他顺利升咖 反而让他与剧中的女主角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 女主角凭借在剧中的出色表现和良好的公众形象 事业稳步上升 而任韵杰却因为个人生活的风波 让自己的专业成就黯然失色 粉丝们纷纷表示惋惜 认为任韵杰本可以在娱乐圈占据一席之地 却因为一次事件 让自己的星途变得扑朔迷离 尽管如此 任韵杰的身高和演技仍然是他的优势 188厘米的身高让他无论在何处都能成为焦点 而他的演技也无庸置疑 如果能够妥善处理个人形象和公众关系 任韵杰完全有机会重新赢得观众的喜爱 弥补这次的遗憾 在娱乐圈 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起伏和挫折 关键在于如何调整心态 重新出发 任韵杰如果能够从这次事件中吸取教训 专注于自己的演技提升和作品选择 相信他终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光明之路 任韵杰 这位身高188厘米的演员 仍有这无限的可能 有机遇你也把握不住 长得还是很高很帅的 颜值也是在线的 不过圈里的帅哥太多了 错失这次爆火的机遇后 不知道今后还会不会有爆火的机遇了 真为任韵杰感到可惜 不知道那的好帅儿的女友分没分手啊 王晨鹏身高188厘米 对不起 昨晚太激烈了 我不是 书圈天菜王晨鹏身高188厘米 沉稳又气派 看到这样的霸道总裁 谁会不心动呢 他的气质中透露出一种不安分 又很靠谱的感觉 这种独特的气质 让他在塑造角色时更加游刃有余 无论是痞子形象 还是其他类型的角色 他都能通过微妙的眼神变化和肢体语言 将角色的魅力完美的展现出来 你觉得以上188厘米以上的五位短剧男神 谁是你的最爱呢 你最爱看谁的短剧作品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一下吧 有没有什么卡吗 �를处讨论一下吧